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雨的天气就画在画中 要特别学习的东西就是画一些水珠 你会看到出来的效果会立体一点 我画了一个小熊的动物 一个小熊的动物 当然你们画的时候 自己可以选择其他小动物画都没问题 水珠和背景 如果你的背景想出红色的话 水珠也会变成红色 底色是黄色 水珠可能橙橙黄黄的 水珠的颜色很受背景颜色影响 如果你想转背景颜色 记住水珠也会变成红色 如果你想特别一点 雨水是彩色都没问题 可以一个红色一个黄色一个绿色 首先大家贴好边后 先帮整张画纸打底色 我会用041的迷黄色 帮整幅画打底色 上了米黄色的底色之外 还要上一个最主要的背景颜色 我用了089的浅蓝色 大家可以拿出089的颜色 然后帮整个背景颜色 帮整个背景颜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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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颜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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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如背景色上了之後就撥一撥 接著我們會畫這個小熊的部分 這個小熊部分大家可以拿一張廢紙出來 用圓筆去畫這個小熊模樣 這個小熊是半圓形加兩個耳朵 這個半圓形如果大家怕自己畫得不夠圓 或者畫得不夠漂亮 你可以試試用家中的圓形物品去畫 如果你說我圖手都畫到 其實圖手畫也沒問題 我這幅圖是圖手畫圓形的 如果我見身邊有捲膠紙 我就用捲膠紙去畫圓形 然後耳朵 記得這邊要擦一擦 我怕大家會剪爛 我們要剪的就是剪外框的位置 對,外框的位置 留意這個框和裡面的小熊模樣 我都需要用到 所以千萬不能剪爛 剪出來是這樣的 麻煩原不肯要拿擦膠擦乾淨 然後我先用了框畫小熊 大家就可以把小熊模樣放在一邊 待會會用 拿一個框 上放的位置 然後拿膠紙貼一貼 這樣也貼一貼 固定小熊的框 你看到我這個熊是中式熊 這個顏色是用了148的淺咪色 和142的深咪色 直至在框上色 首先,大家先用拆膠擦白 這個小紅色的顏色 為什麼要擦白呢?不直接上色 其實直接上色也沒問題 因為我上色的咖啡色 上完顏色之後會更顯色 所以我就會擦了背景顏色 當然,你覺得不需要的 直至下顏色也沒問題 因為背景色很淺 所以其實也不太確 但上出來的咖啡色效果 就沒有擦白再上咖啡色的效果 先用這個148色 我們把整個小紅色 削完這個148的顏色 就不用擦一支 我會用這個 小紅色的芝麻 小紅色的芝麻 快點 對 剛剛有的芝麻 很難補充 小紅色的芝麻 需要用這個芝麻 因为这个小红的效果是比较确实的 如果你发觉上完后好像比较虚 麻烦再削多一点粉去补这个虚的感觉 然后帮小红加强它的立体感 你可以看一下我这个红 看上去就会立体一点 因为我会上了142的咖色 即是深啡色 令到效果更加明显 这个明显的位置大概是怎样去上色 我大概画给大家看一下 让大家预计上色的部分 这个是红 我们稍后就削这个142 142色削去 打斜线全部都是有142的颜色 削粉可以在纸边削颜色 然后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都是142色 削粉也可以削在纸边 然后打圈推过深啡色 如果大家明白的话 我们就上了 首先 刚才大家看到我这个圆形 想做立体效果 其实我也是有个142的颜色在旁边 所以我就先削了一些粉在它的附近 然后这个耳朵 耳朵是左右两边 即是一个偏左 这个在右手边 这样就削一些 深啡色的粉 这样削粉就削在这个 在这里附近 OK 我们就先 上了面先 打圈上色 然后上了头那边 再用这个 推个灰色 推个啡色 推个啡色 然后呢 耳朵这边 大概是这样的 可以撥一撥粉 然后就是耳窝的部分 耳窝的部分,大家可以拿一张废纸 你自己遮到耳朵的大小 我们先画一个半圆 然后不是画直线,是弯弯的线 做耳窝 自己遮到位置 如果可以的话,可能用剪刀或剪刀 我们要这个框位置 这个肉刮烂了也不要緊 刮好了,大概是这样 我要这个框 这个框我们会怎么做呢 首先在耳朵的部分 遮到位置放耳窝 不要太折 耳朵的中间 然后拿刷膠,把它拆白 然后上颜色 如果怕会走位的话 就用胶纸贴一张纸 这个1028 就是做耳窝的底色 而137 就是做陰影的颜色 先拆白 之后 就剪刮028 然后先打底色 然后耳窝的深色部分 就是偏左边的 所以我们剪137 都在旁边剪 然后用手指推颜色 打圈推色 可以的话 剪了一张纸 剥一剥粉 你会看到一个很立体的耳窝 就出来了 另一边也是同样做法 大家就可以拿那张纸帽 那张板形 放到耳朵的位置 然后拿胶纸贴一黏 然后用胶纸贴一黏 一样了 先拿拆胶拆白 然后用028 的浅粉红色 打底色 耳窝是在右手边的 這次是 上一邊邊 撿一張形板 你會發現一個很立體的耳窩就出來了 稍後就是畫眼的部分 眼的部分大家可以拿一個燒字板 我要燒字板的圓形 我們直接拿燒字板去刷眼珠出來 大家放好位置之後 用擦膠擦白 盡量擦白一點 否則底部是啡色的話 眼睛變成透明眼就很奇怪 如果你剛才畫的小紅 小紅仔畫小顆 就用一些比較小顆的圓圈 同時眼刷膠太大 就轉用刷膠筆去刷 我再畫另一個眼白 就是用刷膠擦白 留意的眼睛要平衡 不要一隻眼高一隻眼低 高一低 小紅仔的樣子就會有點奇怪 黑色眼珠的部分 我用針筆 你可以用木顏色筆也沒問題 我用燒字板去畫這個圓形出來 我將它的眼珠 變成向上望 看上去就是 看到一個很特別的景象 就是下雨的景象 它覺得很有趣 我向上望一下雨水 就是下雨水 畫了眼珠之後 你可以先上黑色 我以為方便上色 就插了一支油性筆來上眼色 如果弄完眼珠上了 就畫鼻歌 一個倒三角 然後畫一個嘴仔 一個V字的嘴咀 這些面珠燈和眼珠的閃光 就是一些光位 其實我是用白筆去畫的 畫好眼珠之後 我們幫它加上頭髮 你可以用木顏色筆 在上面 就這樣 用一個小頭髮 白筆加效果的部分 我最後才做 因為水滴都需要用白筆去做 如果你沒有白筆的話 你可以用圖改液 也沒問題 畫好紅仔之後 可以將它的板形撕下來 麻煩大家做一個清潔 接下來我們要畫水珠的部分 畫水珠之前 大家可以拿一張廢紙 拿一張廢紙去剪水珠的模樣 拿一張剛才用過的廢紙 等等 我也很細一張 然後把那張紙對折 然後畫一半的水珠的樣子 留意一下 你畫的時候 不要這樣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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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樣的話 效果就會變得深 所以你畫的時候 這個圓是向下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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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的效果才像水珠 如果可以的話 就把水珠剪出來 你看到我已經剪好水珠 放好之後 就先用拆膠擦白 我們大概預料水珠在什麼位置 我們才會上顏色 你可以做多一點水滴 就好像下大魚 你做一點的就下小魚 但是因為它上半部分 其實我都預留了很多空間 畫水珠 所以你不要爛 不要只畫了兩滴 就是下魚 畫多一點點 令幅畫豐富一點 假如這個水珠 你不想放到這裡 可能不夠位的話 你放一半也沒問題 因為沒有限制 只是展示到一半的水珠 這個框還用的 不要調 我給你看看圓圖 圓圖 你看到水珠 就會立體的 我待會跟大家一起畫立體的水珠 在水珠上面 我再加了少少的圓圓圈 看上去就會一滴一滴一滴地下 所以大家都可以拿燒字板 在這些水珠的尖竿上面 再拆多兩顆圓圈 看上去就會一滴一滴地下 不會一落就下很大滴 由小小滴開始下起 有些小小滴 可能聚焦在一起 就變成大滴 有時候看窗 下雨的時候 會有幾個水滴 會聚起來 變成一顆很大顆的水滴 我就是想做那個效果 先拆掉這個波波 如果畫好了 我們就可以在盒子裡 拿這個090的藍色 麻煩大家 把這個090 削粉在調色紙上 畫這個 立體水滴的效果 你看到我的水滴 有一個藍色上去 全部偏去左手邊的方向 還有下邊 底底的方向 等一會上色一下 也一樣 用手指 直接上左邊 加底 謝謝 左邊 加底就可以了 右邊 就不用上色 我要留下一點白色 做一個立體感 如果假如你發覺 哎呀,我上色的時候 可能不小心 整個水珠上了藍色 沒關係 是要用塑膠擦白一點 或者用軟膠擦白一點 所以不用擔心會錯手上錯色 如果大家明白的話,我們拿水珠的框出來 然後放在畫上 剛剛說的,我們上藍色全部都是左手邊加底 左手邊加弧底 所以你們拿手指眼粉,然後上色 記得右手邊是留白的 如果發現這個好像白位不多 就用軟膠擦一擦 就沒問題的,所以不用擔心畫錯 或者錯手畫錯了 不用擔心 非常好 謝謝 謝謝 不行 然後 不拔了 我忘了 因為水珠也是很用心地畫 所以用的時間就會多一點 但效果出來很漂亮就會覺得很滿意 你會見到我已經每個水珠都上了藍色 然後大家可以在無顏色筆裡面拿藍色出來 我們要幫這些魚水加陰影 那陰影為什麼呢? 你會見到我上色的時候 水珠就偏去左邊 所以陰影就會在右手邊畫一條線 製造一些立體的效果 全部線都是一樣在右手邊開始 你們可以這樣畫水珠 剛才不是說水珠上面有些小圓圈嗎? 那些小圓圈一樣在右手邊 畫一些線 看上去就立體一點 有些小圓圈 你可以就自己的手去轉一轉畫紙 那些小圓圈 你看到我的水珠都已經打光陰影了 看上去的立體感又多了一點 然後我就幫紅仔加立體感 那些小圓圈 剛才不是說過框不可以丟的 所以大家拿出紅仔框出來 覆蓋你的小圓圈 然後繼續拿這個090的藍色 我們剛才滑水滴有削粉的 所以如果你發覺粉已經用完了 你可以再削多一點 我們幫紅仔加陰影 這個紅仔因為想立體一點 所以陰影位就會偏右手邊方向 你看這個耳朵的右手邊 這個耳朵的右手邊 這個耳朵的右手邊 加這個頭殼的右手邊 上色方法 大家就是用手上色 大家可以先用紙板走一走位 如果你發覺它其實 剛才畫完之後 有些啡色的粉 其實還未能拆掉 不要緊 因為待會我們還會上深藍色去做陰影 所以其實會蓋住這些粉 但是如果這些粉比較深色 我建議先用軟刷膠擦一擦 原因是我怕啡色混了少許藍色 藍色就會沒那麼漂亮 因為待會你也會上藍色去遮擦 所以現在拆了少許都不怕 你看我拆出來的痕都很明顯 不怕的 如果假如可以的話 就用手指上粉 然後就上色 沿著邊去上藍色 留意將紙板移到不要出現白邊 不要在紅色和陰影之間有白邊 這個影會有點奇怪 自己走一走位 然後這邊的耳朵 剛才說了 會有陰影的 有黑色的有啡色的 粉我先擦一擦 先擦一擦粉 你會發覺有個藍色的陰影出來了 然後即使你很快 擦都有機會出了少許 有些白邊 不要緊的 我們拿毛顏色筆 拿回剛才的藍色 在它近紅的邊 再加上藍色的線 再加上去 令到整個立體感再強一點 讓它加上去 之後我們要幫助乳水 再加強一點 立體感 我們就會在水珠的左下角 畫圓圈給它 如果你沒有這支白色筆,其實塗改也沒問題 看上去這個就是最突出的位置 這個水珠最突出的位置 你會看到立體感就強了 另外,剛才說的是熊仔的眼珠 一些很發光的位置 之後就是它的面珠燈 畫好了,其實這幅畫就完成了 你可以先噴一噴膠 之後大家可以在畫裡面寫幾個字 我就加了夏宇鳥這三個字 因為我現在畫這幅畫其實比較卡通 我想用卡通的形式去做畫的效果 之後大家可以右下角簽名 左下角寫這次的作品題目 我這個作品名叫夏宇鳥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幅畫 好啦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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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